歡迎光臨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大家早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奧運特報 每天早上第一次的奧運特報最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要看一下前一天到底贏了多少的比賽 忘了介紹自己 我是特報主播張介凡 同時也要感謝這幾天來我們的服裝贊助夥伴UNIXYY 贊助我們這次主播的播報服 讓我們呢 更有中華隊的這個FU啦 好 那這個話不多說 我們就趕快來看看昨天 昨天的比賽的戰績了 昨天大家心臟還好嗎 有沒有 有沒有送急診的 我真的是看到有沒有那個那個那個揪在一起 來 首先就是我們的林陽佩 昨天在這個四強賽 雖然他們很擔心說這個丹麥搞得會很像地主隊 但結果還是我們以18比21 21比17 21比10 擊敗了對手 現在要晉級到金牌戰了 不過金牌戰不好打 因為金牌戰的對手是中國大陸的這個世界排名第一的 梁瑋坑跟王廠 梁瑋坑跟王廠的名字好難念是不是 那至於這金牌戰的時間呢 是在明天晚上的9點 明天是星期天 星期天晚上9點看完 星期一我相信很多人要請假是不是 怕受不了啊 好 再來是周天成 小天可惜了 昨天雖然很努力 但是在這個八強還是輸給印度的選手 所以止步在八強了 那昨天還有一個就是林玉婷 不得不說林玉婷真的很厲害 即便面對這種排山倒海來的各式各樣的議論 這些壓力 但是她昨天在女子57公斤級的16強賽 硬是5比0 血洗了她的對手烏茲別克晉級了八強 所以林玉婷加油好樣的 這個心理素質真是夠剛 再來呢 其他的比賽好像就 就沒有那麼順利了 包括我們的射箭 戴雨薛雷千怡的混團16強淘汰賽 輸給韓國 而且再輸1分啊 好可惜喔 沒有晉級 游泳這個韓安琪 她是女子200公尺混合式 結果犯規 失格 那這個雖然她游出了2分13秒97的好成績 其實分組第二耶 應該是可以晉級的 但是後來說她在跌市 在游跌市這過程當中呢 出現了一個 這是專業術語啊 跌腳沒有同步向下 那我個人是只會游挖市 所以我也不知道跌市到底怎麼游 所以跌腳沒有同步向下 所以就犯規了 導致失格沒有辦法晉級 跌腳到底要怎麼向下呢 因為歡迎這個很會有跌市的朋友留言告訴我們 留言告訴我們就是這個 跌市到底是要怎麼樣才會是最標準的啦 好再來我們來看第二張的這個成績表 成績昨天在田徑的部分張博亞 這是什麼 田徑啊田徑 沒有不是這一張不是這一張 是我們比賽還有第二張 比賽中華隊的比賽成績 還有第二張對張博亞 張博亞其實她是這個 我們中華隊的跨欄甜心 但這次奧運呢她去參加的是 女子100公尺的短跑 但是呢昨天她很努力的在預賽 跑出了11秒88的好成績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晉級 不過呢導致打破了我們自己 國內的一個紀錄就是 上一次在1996年 我們有一個風速女王王慧珍 大家還記得嗎 我不記得我不記得啦 因為我很年輕啦 這個風速女王王慧珍 當時跑出了12秒以內的好成績 那之後一直都沒有 在100公尺一直都沒有壓在12秒之內 那昨天我們的張博亞是跑出了11秒88 等於說也算是一個 在我們中華隊來講有進步啦 好再來我們要繼續看到的是這個 射擊的部分 射擊的部分好可惜喔 田家貞還有鄭姊妹 昨天都沒有辦法晉級 導致男子李孟遠的定向飛把 目前戰士排名第三名 那今天還會繼續比賽 然後高爾夫呢這個潘振從 暫時位居第五名男子個人賽 余俊安是這個戰士排名第43名 好那蜻蜓的部分呢 吳少璇還有張竹涵昨天在極限激流越野計時賽 暫時排名第36跟第23 都比較後面一點了喔 那至於今天的比賽 今天稍微大家可以 這個心臟可以稍微舒緩一下 因為今天的比賽沒有那麼樣的沉重 不過今天的比賽重點是在哪裡呢 是在拳擊場上喔 今天呢 但是拳擊要到好晚喔 今天是在半夜這個11點38分的時候 吳詩怡女子60公斤級4強 要對戰中國大陸 所以呢這個拳擊要到半夜了 甚至像陳念琴的比賽 都已經要到凌晨的3點36分了 還好明天這個禮拜天齁 大家不用上班上學 就給他看下去了齁 來這陳念琴是女子66公斤級的8強 也是對吳茲別克 那昨天其實這個 呃呃呃 林玉婷也是對戰吳茲別克啦齁 所以吳茲別克好像在這個拳擊是蠻強的 另外呢 今天還有這個下午的射箭 雷千穎齁 這個雷姆她的個人女子16強的淘汰賽 但是又是對韓國 唉怎麼辦齁 韓國的射箭隊真的是世界最強齁 還有射擊的李孟遠 今天是這個男子定向飛把第二天的資格賽 高爾夫今天男子個人賽第三輪繼續比下去齁 還有就是蜻蜓的張朱涵 吳少璇齁齁 也都今天在繼續在越野賽 好繼續的這個 今天是第一輪 因為昨天只是資格賽 那今天進入第一輪了 好接下來我們要好好討論一下林玉婷喔 林玉婷這幾天呢 包括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JK Rowling 哈利波特的後面的續集想不出來 就開始找麻煩了是不是 有必要一直這樣攻擊我們的選手嗎 是不是 林玉婷包括了國際奧會 包括了巴黎這次奧運的這個這個委員會 都已經說了所有參加全集賽的選手 通通都是合乎規定的 也合乎所有醫療上面的所有的相關的這些 必須做的檢測 那你到底硬要講硬要講硬要講是怎麼樣咧 但是呢 我不得不說 真的是要幫林玉婷讚一下 他的心理素質超高 因為他那種態度就是 你們就是怕我嘛 所以才會一直講我對不對 姐就是來贏的 所以完全不會霸凌 然後昨天呢 果然這個 變對了烏茲別克的選手喔 5比0碾壓獲勝 5比0啊 所以啊 你看你再怎麼講也沒有用 我跟你講心理素質夠強 上了場 這對手會怕你你知道嗎 結果你看對手 而且對手超沒風度 我跟大家講超沒風度 因為比賽完之後啊 選手都會去跟這個 對方的這個 選手跟教練握手嘛 大家就是 奧運代表是什麼意思 不就是peace嗎 就是和平的意思嗎 當年才會有這個奧運啊 結果呢 對方的這個教練喔 既然拒絕跟他握手 假裝沒看到 超級沒有運動家精神 好所以我決定 寄一本那個 國中課本給那個 烏茲別克那個教練啦 請他讀一下我們那個羅加倫的 運動家的風度那一篇 我們小時候都讀過嘛 對不對 運動家的風度 好不好 有點這個運動家精神嘛 你訓練出來的選手 都零分 零分 你還不跟人家握手 真的是超級沒有風度 對不對 那當然啦還有就是 在這個林玉婷的部分喔 其實大家也很心疼他 包括他的教練很心疼他 家人心疼他 我們中華隊的支持者很心疼他之外 連東京奧運的女子 女子拳擊冠軍喔 這個是入江聖奈喔 就是這個 當時在東京奧運得到冠軍的 這個女子選手 他也在他的社群媒體上 PO文了 他其實也很替這個 林玉婷覺得抱不平 他說到哪裡算是女性 到哪裡算是男性 我們確實需要儘快區分出明確的界線 但是作為知道林玉婷魔鬼般訓練量的人 他是知道林玉婷他是魔鬼般的訓練量喔 他說我真的感到有些難過 我很討厭有人在沒有專家的意見底下 就說出男人正在暴打女人這種傷害選手尊嚴的話 幫這個東京奧運的這個金牌拍拍手啦 他這個就是講的就是JK Rowling啦 你又不是專家 你憑什麼說人家會男人暴打女人呢 所以這個總是同為這個拳擊選手的日本 日本女選手出來幫林玉婷講話了 而且他說其實對他自己來講 他覺得如果他沒有贏過林玉婷 金牌對他來講都不算什麼 所以林玉婷真的是很強啦 那就強到就被人家就是你知道嗎 越強越容易被人家就是一直講話一直講話 但是林玉婷不要怕喔 繼續勇往直前金牌在等你啦 那另外再來我們要看一下 這個真的很厲害叫做什麼呢 沒有看過的世界上有一支隊伍喔 可以強到就是說 從1988年的漢城奧運開始 連續十屆的奧運 他們通通拿金牌 這個就是韓國的射箭女子團隊 這個射箭女團啦 男團也很厲害 女團更是十連吧 簡單來講就是如果奧運四年一屆 就等於過去40年 沒有其他的國家在女子射箭團隊 這個項目拿下金牌 除了男涵自己之外 那男孩這一次呢在這個 這屆的奧運前面的六面金牌當中 有兩面就是射箭 其實他們好多金牌都是射箭的啦 那男團女團都是金牌嘛 那我剛剛也講了女團就是說 已經是十連罷了 那哇現在有董內進來了 是誰 風鈴嗎 謝謝風鈴 而且奧運特罷會有董內進來 好開心喔 謝謝風鈴 所以十連罷 但是你知道嗎 南韓射箭為什麼可以 如此的獨霸全球 而且被各國通常都 就譽為大魔王 你看我們好幾個這個射箭的選手 就是差那麼一點點輸給南韓 這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你知道嗎 他們真的是為了射箭隊 花了非常多的心血 那包括這一次因為要到巴黎打 那巴黎畢竟是一個歐洲國家 對於這個南韓來講這個水土 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這一次呢 他們是在韓國國內先打造了一座 預想的場地 就是跟法國的這個場地是一樣的 然後模擬比賽當中 可能碰到的各種情況 包括可能場邊有一些歐洲的觀眾 在那邊鼓噪啊 在那邊給他們噓聲等等 這些通通都列入就是模擬情境喔 還有呢 就算下雨天出賽也在模擬情境當中 所以他們是會出動那個消防車隊的水車來幫忙 就是下雨然後他們繼續還是可以射這樣子喔 讓所有的選手都先習慣了這一次 這一次奧運的那個各種的環境喔 不得不說原來是這樣練習的 也難怪會世界無敵了 那最後呢 我們快速看一下獎牌榜的部分 喔好像開始洗牌了唷 當然中國大陸還是穩居第一名啦 拿下13金總共是31面金牌 而法國的部分喔 地主隊果然還是有點優勢啊 現在已經搶到第二名了 澳洲好強喔 澳洲也是有這個兩位數的金牌了 來到第三名 美國現在第四名 英國第五名 日本韓國六七 所以日韓也在努力的追趕當中了 但是美國感覺好像有點熄火了 是不是齁 所以呢這個今天 下來不知道明天獎牌又會怎麼樣齁 通常就是一叫起來發現 欸這個數字都變得不太一樣了齁 但是我想中國大陸應該會很努力的 活在第一位啦齁 畢竟對他們來講這個是很重要面子問題啦齁 好啦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奧運特報 好那我是借凡囉 那等一下下一節 下一節奧運特報是十點鐘 請大家要鎖定 把時間還給慧玲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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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